大家好我是戴倫 那作为一名软件的产品经理呢 我今年买过也用过不少的App 但是我下面提到的这几款App 是我今年使用评次最高的App 可以说因为有了这几款App 我的工作效率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那今天视频呢就给大家分享一下 在2023年我最喜欢使用评次最高 帮助我提升工作效率的这五款Mac App 首先第一款Screen Studio 那这是一款录屏软件 我不敢说它是Mac上最好的录屏软件 但的确是我用过最好的 你们看到的我很多视频都是由它完成的 那在录屏的过程当中呢 它能够实时的跟踪画面的焦点 比如你的鼠标点击行为 它能实时的放大 那录制完成之后 还支持改变画面的背景 看上去很高级 最重要的是它还能给iPhone录屏 而且还是带壳的 那接上iPhone就能录制 录完直接保存在电脑上 那比你在手机上录屏 然后再传到电脑上要方便太多了 那要是唯一的缺点呢就是它的价格 这个App花了我53块美金 我从来没有买过这么贵的App 现在低血 不过考虑到我一直在使用 我觉得应该算回本了吧 你们觉得值不值呢 第二款EGO 那这是一款图片素材管理工具 方便你对图片进行统一的管理和收集 那它的使用方式呢很优雅 装上浏览器插件之后 看到喜欢的图片这么一拖拽 就保存下来了 那进入到EGO当中 你可以为每个素材打上不同的标签 给它们放到不同的文件夹当中 方便查找 那比如我视频的bill呢 就通通的保存到这里 那还有看到喜欢的照片呢 我会放到灵感当中 看到喜欢的封面图 我会把它放在封面图收集当中 在最新的4.0版本当中 它们还加入了AI插件的功能 用插件来进行格式的转换 或者是以图搜图都不在话下 第三款Memo 那这是一款通过AI 将音视频转化成文本或字幕的应用 你只要把链贴粘贴进去 很快的时间就能帮你把竹子稿生成 还能一键翻译生成字幕文件 我很多视频字幕的翻译 就是通过它来完成的 那看到这里有人要问了 我又不拍视频 这个App对我来说有什么用呢 你可以把老师平常上课的内容录下来 通过Memo来生成文本 然后它还能帮你总结要点 那如果你有听播客的习惯呢 你也可以用它来生成竹子稿 那现在这款App还在内测当中 你可以申请邀请码免费试用 后面可能就要收费了 有需要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 那第四款Donny 那这个软件应该很多人推荐过了吧 Mac上的下载神器 使用非常方便 复制或者拖拽链接就能下载视频 那不管是知名的还是不知名的网站 它都能给你下载下来 当然要给钱的视频除外 那如果你不知道去哪里下载 可以戳我视频下方的链接 第五款XRGPT 那XRGPT在Mac上没有App 我都是在网页端直接使用 那它的用法其实可以有很多 但是对于我个人而言 我主要的用法有这样几个 那一个是平常遇到不懂的问题 可以直接甩给它 不需要去搜索引擎里面 一条一条的再去查找了 比方说这里我问它一些 关于摄影的概念 它都能给我解释的明明白白的 二来我会用它来总结 和分析一些文本的结构 帮助我生成一些文字性的内容 现在呢它还开放了DialE的权限 我也会用它来生成一些简单的图片 那如果你也想用XRGPT 但是苦于注册无门 可以戳我视频下方链接 直接购买一个方便又省事儿 好啦这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啦 如果对你有所帮助的话 欢迎点赞收藏关注 有更多问题 欢迎评论区与我交流 我是戴伦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